到底年青人是否可以對於這個疫情 或者這個病毒是比較特別優惠 是他們沒有那麼容易中招 又或者中了招之後 他們是否特別容易復原呢 所以我們看到中招的人 大部分大部分都是年長的人 但是提醒大家 香港第一個中招的人 而且是過世的是39歲而已 但是我們都知道 成年人 我們在講一些年青人的個案 在這個疫情最近發生這段時間 我們發覺我們身邊 突然間多了很多expert 所謂的專家 其實世界的醫生 好像都不夠他們那麼專家 因為他們不斷地 forward 一些 不論他們覺得養生 或者會work 的方法 怎樣殺菌的方法 就是這個維他命吃多少 再加上這個黃薑粉的什麼 再幾點鐘吃呢 那你的免疫系統就可以避過了 其實最終背後不是說他們衰 其實最終的背後是想告訴大家 是如果你這樣的免疫力提高 不怕這些 就可以給自己一定的自由 即是口罩不用戴那麼多 即是怎樣戴法 或者戴得差不多 什麼時候出街 很掛著那個朋友 都可以聚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一個很清楚的數字 剛剛我看了世界不同的地方 關於年青人的一些染病的時候的報告 那為什麼話說年青人是會少一些報告呢 因為其實很多年青人 最初你知道這個病毒都是第一次面世 那很多人醫生都是沒有 clue 是不是嬰兒又沒有那麼容易中招的呢 老人家因為他的抵抗力很差 又死得快些 那什麼人都有他的看法 那當大家多些資料 太多人不入院的時候 就是多一些數據的時候 原來看到其中一件事 起碼在美國裏面 有兩三個年青人出來復原了 講回給大家聽 到底第一 是否不會那麼容易感染到呢 是否就是會很容易復原呢 那到底染到這個病毒 他們怎樣突然間覺得 要需要去看醫生去驗的呢 因為可能很多年青人說 不要緊要讓給老人家看線 不要符合這個醫療制度 那一個很好的心態 好了 正正就是這個是第一個原因 因為年青人聽到的消息 都是外面傳回來 就說 都是長者容易一些 那很多人就會 不要緊要了 我們染了病 我們都聽過了 在家裡吐就會吐回好了 那但是原來這個正正就是 因為你裡面就是 有些正義感 需要的東西呢 你先給老人家 那他們都盡量拖到最後 那根據一些訪問我看回 就是二十幾歲的女生 就是沒有外遊紀錄 那只不過是打份政府工 那這個例子很令我很鮮明 因為他就好像一般的年青人 平時都沒有特別想自己 就是會怎樣 就算有病就中招才算 那他怎樣發覺自己 當然就是電視上網 經常都會扭開 聽到這些消息的時候 那當然自己意識會提高 那都是來來去去是那幾樣東西 就是有沒有發燒 有沒有咳嗽 咳嗽成怎樣 那這樣 好了 那他有一天上班 放到家裡的時候 他突然間覺得自己 開始有咳嗽咳嗽咳嗽的東西 他就是狀咳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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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嗽到深夜的時間 他開始發燒 集團還有 周深骨痛 這個周深骨痛 這些是 的自發症 感冒象徵 即是有發燒 所以他不想弗禍 在這一點 我相反 如果我想每個人都是正常的 即是不說自己好像容易裂 或者是很自私 你都不想驗到是 不知為何大家都不想驗到是 不想驗到是當然知道 你不想去驗而是是兩件事 這樣你會將自己的時間和生命 在隱藏著你會播毒 大家都盡量不要 因為怕會鎖住 如果真的在醫院就中招 好了,這個女孩子一樣 半年的時候骨痛 她唯有跟她媽媽上網聊聊天 但其實那個骨痛和蕭就持續了 她就維持了一天 她就開始 因為剛剛是週末 她就覺得打電話給醫生 因為醫生在美國醫療制度 都沒有那麼多測試 不是人人都可以Qualify 因為其實那些所謂要測試那些 那些孩子其實是不夠的 如果當所有人都去做這個測試 其實最好就是所有人去做這個測試 但當不夠那麼多 就要看下你的象徵了 你的symptoms 你的病跡都是一些普通的感冒 就沒有這麼說 但是到了一個位置 就是慢慢她覺得 為什麼她在說咳的時候 或者說話 喉嚨那種不像她平時那種 就是她留意到自己 就是需要自己一些察覺的時候 她感覺到自己 這個 就是那種刮的時候 是有點不同的時候 就是有些刮是她的感覺 而且她再加多一 就是去到黃昏的時候 她開始嘔吐了 好了 就是這幾樣東西 都令到當然是有一個signal 但是因為她都是覺得自己年輕 或者可能recover 就是休息一陣 就是我們中國的習俗 就是很多時候喝包合仔茶 我們就自己焗焗身汗 但是因為現在這個時候 高危時期 一件事是出現了 她就真的不能不去看了 她發覺自己 很難能夠吐氣 就是很難呼吸 大家要留意 為什麼所以現在那些呼吸機 是這麼短缺 就是這個原因 她覺得自己呼吸困難 就是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東西 不能夠在我們的腦海裡面 就是make sense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看見 就是電視那裡拍到 那個肺花了 就是原本的X光片 你知道X光片黑白 我們也不是每個都會看 所以白了多一些 就是花了 所以就染上了 就是這個新冠狀病毒 這個人他就懂得這樣想 原來你的肺功能 花了的時候 你就呼吸不到 她說簡直就是用很辛苦 才吸到一口 這樣就沒辦法了 那麼她醫生 甚至乎正常的你聽到這樣 但是你記住 如果是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 或者你家人身上 或者你自己根本有很大的意願 你是不想去面對這些東西 你是不會想去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疫情的時候 教釋了大家 就是那個隱藏的病毒 或者已經發了出來的病毒 那管它是一些 叫做好像發燒的症患 或者是這些感冒呢 跟著加上那種感冒和發燒持續 再加上原來呼吸困難 那你就要清楚 她就進去這個醫院 即時去做個測試 一測試是呈陽性 那就即時要問那些叫高壓氧 即是用那些機器的高壓氧 所以你聽到很多人 即是立刻要隔離病房 因為病毒 她還要有那些壓力房 再加上ventilation machine 那她就tweet了 不是很久 一天幾 她就可以出來 那自己就回家隔離 然後你見到現在很多人 在家隔離 直至到下一個test 就是做了test的時候 就是這一種 醫院的方法 根據美國就是 他們就回家 如果既然呼吸了 開始有精神了 有一點力度了 那她就在家慢慢休息一下 就希望能夠 即是那段時間休息一下 即是抵抗力有了 那還要做一個test 如果再呈陽性 當然是睡衣 如果不是 就已經基本上 那感覺好了 所以如果你是年輕人 你有個謬誤以為是免疫的話 或者會很快康復的話 不是的 因為那一天那一晚 她自己休息不了的時候 如果她都不做這個決定 可能她再過一晚 她肺肌倒閉的時候 你就救不了她了 可能變成植物人 也可能救不回太遲了 所以如果 即是你家裡有年輕人 你就要很細心想到這件事了